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各位MyRadio的听众丁家部读者 你们好 MyRadio和丁家部的YouTube频道 在近期履受黄标打压 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 所以我在这里肯请大家支持 MyRadio的节目月费计划 和Din9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 突破黄标议论审查 付费支持自由发释 请支持MyRadio和丁家部 提提大家 MyRadio和丁狗日报的月费 现在已经可以用PayMe缴付 大家可以素描画面的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的电邮地址缴付 多谢大家 2019年 我们MyRadio台长梁锦祥的著作 丁狗编辑室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热烈 已经抢购一空 今年再接再来 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颠狗编辑室文集 香港攬炒之城 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 大家可以向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每本特价港币130元 为免向雨 欲购重促 渺山河 中横四海 我何监江自转 一监江湖 已经在普罗有得卖 大家可以到普罗网上商店购买 多谢各位 最新消息 就是巴西总统再次测试到 武汉肺炎 阳性反映 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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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怎么说 真是的 回开二度 回开二度 朱铃你报一报 现在美国最新的情况是怎样 对于中国驻侯斯顿的使馆 是的 这是新鲜滚热的消息 就是美国下令中国要关闭 在休斯顿的领事馆 原来这个休斯顿领事馆 Houston Consulate 就是中美建交之后 第一间新建立的领事馆 所以它是绝对有一个中美友谊的象征意义 但是中美建交之前 那华盛顿那间呢 原来中美建交之前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已经在华盛顿有一个representative office 就是一个代表机构 它的地位就像现在台湾的代表机构 非正式机构 是的 一个非正式机构 但是它的态度 它这个姿态就是被视为 就是和中国有正式决裂的意味 那美国方面 他们就以这个知识产权 和这个休斯顿领事馆 有些行为作出是 损害到美国人的资讯安全的缘故 所以就要求关闭领事馆 那说回吧 其实 这次可以说是 我会说这个政策是有些少少列根主义 或者叫Regen's Doctrine的影子 因为当年在80年代 在列根总统 领导美国期间 和苏联 都是有一系列 在这个领事馆上面的争论 其实由70年到尾 到80年代 苏联解体之前 是一个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差不多年年都会有一两宗 新闻 要么就说 那些苏联工人打工 要么就说 苏联驱逐一些外交官 又会有一些间谍新闻 间谍丑闻 就好像1977年那样 一个苏联政府 莫斯科政府 就以一个防火条例的要求 就说要搜查 一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那当时呢 它是 当时用这个字 是叫Rensack了一个大使馆 连这些机密文件 那些组织都叫开了 因为大使馆属于是美国领土 是的 但当时就用防火条例 就是说 我查一下你们的防火条例 这些 里面的建设 有没有违反防火条例 是的 还用一个理由 要做防火检查 当时可以根据这个文件 就说有三层楼 简直是被洗劫了 之后就在同一年的6月 美国领事馆的人就发现了 他们大使馆 地带里面就画了一条隧道 在苏联画了一条隧道 去隔离 那个建设 这里提一提 东西柏林 其实以前都画过那条隧道 是的 就说原来KGB在隔离那间屋 那里监听着美国大使馆 是的 那它建立的时候 那些使馆可能都装了收听器 好了 我要提一提 就是这个 它封闭 在侯斯顿的使馆 现在那个使馆的职员 中国的使馆的职员 是在烧着文件 是的 烧着那些机密文件 当时普京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一样在东德 东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那里做过同一件事 是的 就是不断地烧那些机密文件 烧到 连消防员都收到 是的 要过来救火 是的 收到民众去报警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大使馆 这个是中国领事馆 火灼 之后 休斯顿当地的媒体 是用航拍机去拍 那场面是非常壮观的 因为看到很多人 在那个庭园里面 就是真的明火地 这样逐章逐章的文件 是扔到那些房子里面烧 没有的 碎子机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碎子机 即是后来他收拾出来 都可以撰到那个 所以一定要烧的 好了 现在这件事 那个发展的方向 是相当之多的 那我们首先讲讲 美国自己本身 共和和民主两党的反应是怎样 共和党 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议员 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马克罗比奥 他就说 中国在侯斯顿那个领事馆 是被封闭 是应该要发生的 因为这个就是 中共在美国里面 其中一个特务的枢楼 他讲这个话 他一定不会讲到 后面那个具体的原因是什麽 处任的主席 所以 处任的应该是主席 所以他讲这句话 应该有一定的 后面的支持 是 而且根据报道 这一间中国驻侯斯顿领事馆 是收了大量美国人的 private information 这个是CNN他的报道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点解就是 领事馆人员 要这麽急忙 要消文件的理由 是 民主党那边 那一定不可以支持共和党 所以说 他又不可以否定这件事 他又不可以说 不应该这样做 他就说 这个Angus King 是缅甄州的参议员 他就说 他就不知道 关于中国里面 有多少这些活动在那裡 不过他知道 他觉得 他觉得是可以 现在是一个合适的理由 对抗中国 不过他对于今次这个事件 他就有个怀疑 究竟是跟选举有关 还是跟中国有关 这个讲法本身 其实是很困惑的 他现在就不敢去 就是为中国说行 他能够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他说 这个是跟选举有关 就是因为你要挑起 不可过人的正义目的 好了 这件事本身 有另一个角度 我觉得值得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 前几天 我就收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 就说出来 就说有一只 美国的C130 运输机来到香港 是的 半夜的时候 由加首纳基地 飞来到香港 在冲城空军基地 飞来到香港 C17 是一个大型的运输机 就停了两个小时 当时我是不敢去确认这件事 因为事实上太难去问 但今天这个报纸 这件事不是现场的照片 这是资料照片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他来过的 那个报纸 即平安报纸 只能够用这张照片 因为没有人拍到 是的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 那是代表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中国来说 说有一个报复措施 就是他要关闭在武汉的美国使馆 那如果关闭武汉的使馆的话 下一步就是会不会关闭香港的使馆呢 绝对有可能 因为说到纽约及《Washington Times》 这些美国媒体 和《美國 Voice of America》 他们在香港的职员工作签证 都被注销了 是吗 是的 纽约及《Washington Post》 是的 《Washington Post》 对不起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国或者外国传媒在香港去做报导 那个空间越来越小 绝对是的 正如我们第一次要强调的 就是现在譬如外文的报导 是需要由香港自己的记者负责的 因为以前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一定要靠这些记者 但是现在不用了 我们自己有外语的能力 我们不要理会英文也好 德文也好 法文也好 日文也好 我们照做的话 这些外国的传媒他们都要用 所以这个是对抗的 现在要注销这些外国传媒的签证 其中一个手法来的 但是去到美国领事馆 就是另一回事 因为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譬如你要搞美国签证 如果没有了之后 那你怎样搞呢 就是这个事馆如果要撤走的话 是的 但是这个也都不轮到我们现在的控制 我们只是不够去问一样的就是说 如果有真的这样的事情的话 后面的意味是什么 但是我们在刚才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可以很多蛛丝马迹 去看到是否这件事会发生 其中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譬如 这些国际学校的学生 他们是不是大量撤走 那我们有些朋友告诉我们 其实现在读国际学校便宜了很多 是的 应急买广告 竟然需要买广告 你说会不会是非常之差异 就是我听到消息之后 我也觉得很差异 是的 那如果你还想一些子女 受一些比较好的教育 那国际学校是其中一个选择 但是非常之可惜的是 这些国际学校 就是成为了阶级的一个分野 就是一个分野 就是这一方面 我是想整天都underline 就是我们香港人都可以 为什么我们香港本身的教育制度 是做不到国际学校的质素呢 就是我以前都经常说 香港的教育制度 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知识方面灌输的能力 其实是不差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放了很多精力在行政工作上面 还有另一方面 就是对学生的管制 从小到大去培训学生的奴性 就是这一方面 我只是在香港读过书 我是觉得非常之差异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位老师 会照顾我的头发 比照顾我的成色表 你说照顾我的头发 我们当年就经历过很多事情 这一件事很白痴 其实是很无谓的 我宁愿那位老师多顾我的 在如何将学生的心理质素方面 有什么的塑造 有什么的支持 其实这一方面就是他们应该做的 这一方面才是教育 而不是说我叫学生 你的头发长了去剪 这就是教育 这不是教育 我觉得香港的教育制度 可以一句话 就可以概括了 香港教育制度 是用来租资学生的 就是这么简单 你要对抗这方面 其中一方面的考虑就是移民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 第二方面就是 现在国际学校 如果有这么多空位出来 而肯定减价 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是这样的 那跟着这个试管 即是香港的试管 它要撤走的话 我们还可以很多蛛丝马则去看 刚刚那件事本身 就是说如果 如果真的有一只 这么大的运输机 下来 我强调是如果 因为现在都没可能 真正确认得到 它要运走的 正如在侯斯顿的捷律 它现在不用消这些文件 它就直接运走 运走一些人 其实有没有运走人 前天那架运输机 有没有在香港 运走美国的人员 不知道 不敢说 但是大家可以查 因为机场的人 一定会看到 那另一方面 就是fact check 了一件事 就是说 美国领事馆 香港的资产 都是被售卖 其实这样都可以看到 美国领事馆 那个地产 即是美国领事馆的 资产 宿舍 人员宿舍 那个应该就是 那个大市的官邸 是的 售坟山 那个是非常值钱的 是的 都是卖了 都可以看得出 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撤离 这个撤离本身 意味着一件事 就是可能去 即是美国方面 甚至中国方面 会预计到会出现 一个大幅度的决裂的情况 这个决裂的情况 其实是不止香港的 而且我一直强调就是 这个事情如果是在 这个整个中美之间 那个矛盾来说 香港未必是占第一位 现在在那个前台上 但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 是的 这个新闻要讲一下 下一节回来 我们就要讲讲 现在美国国会 是推进一个台湾防务的法案 究竟什么呢 我们下一节回来 讲给大家听